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哎呀,不要以后我 不好意思,这个猫一时旁边奴 你要不要下去 你要不要下去,我现在要直播了 这个猫我们就不理他了好不好 他想怎么扎就怎么扎 我拿他也没办法 不要装我的衣服,你都帮我爪 你都 我在直播 好,我们不要理他 我们不要理他 我们今天,欢迎各位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 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清明节前夕 我们开始要讲一些相关的议题 我们清明节的法会 还有我们的 南北斗补印法会 我们报名连结在这个下方 各位有要参加,或是还没有要参加的 请把握这几天的时间 因为清明节后,我们就要开始办 因为清明节当天的日子 并不适合我们做回向祈福的法会 所以说必须要在4月10号 应该是4月10号吧 所以我们才能办 在4月10号之前,我们就会截止报名 所以说请各位还没有报名的 好,那可以把握一下时间 好吗 好,那可以晚上好 那我们今天声音,大家各位听得到吗 希望各位听得到 好,那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主题 在清明节的时间来到 我们要慎重追远,缅怀了仙人 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然而在我们的中华民族中 逢年过节 也烧烧纸,画个元宝财帛 是一种姚记仙人的一种心意 那么这些元宝,金子,豪车,别墅 或者是那些 我们要送稍后给往生者的一些用品 他们真的是收得到吗 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个议题来做一下讨论 那么说到了烧纸 就必须知道它的典故以及由来 相传烧纸它是始至于什么时候呢 它是开始在南北朝的时候 南齐废帝,叫做萧昭叶 它对于鬼神之说比较迷信一点 然后它特别想寄生在是说天人地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又怎么样呢 它用剪子,剪成钱用来做陪葬品 比如说给一些往生者 或是他们的王公贵族来祭祀 所以说剪子为钱 就是当时的一种风气 因为他是个皇帝,当时的皇帝 那么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记载 是在说五代后洲世宗出殡的时候 他们要开始出殡的时候 各路的祭司百路去做开道 然后准备做祭祀 然后用子做的经营财宝子钱 并且在子上面拿去书写文字 这也是另外一种传说 是这个子钱的习俗的开始 毕竟他们都是帝王 他们就是一朝的皇帝 所以他们做的都容易被百姓争相的仿效 在更早之前就没有这些烧纸的习惯 所以烧纸是后来人为所做出来的 这些之前在这些祭典的时候 百姓其实他们没有烧纸 而是用礼仪 也就是一些祭典的祭祀 统一做祭祀不是一般百姓 你还不能做祭祀 你必须是要皇帝 或者是你的丧品氏族 你才能做祭祀 然后会奉上各类的祭品 那么在祭典之后 这些王公大臣或是宗室亲戚 就会开始分享这些祭品 也分称作什么呢 称作做肉 这个做肉他是有讲究的 春秋左传里面有说过 天子的做肉是牛 士大夫是吃羊 如果你是百姓 跟随了祭祀的 那你就吃猪肉 你不可以越过说 你今天百姓你吃的是羊肉 然后士大夫 你觉得我这个对国家很有贡献的 所以说我吃牛肉 这是不行的 你吃错了 你就会被打 就打屁股 然后鞭刺行 所以说当时的肉品 是在当时是你有权利跟财富的象征 其实这跟蒙古 或是在一些新疆民族 或是之前的少数民族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你以牛羊当做你的财富的来源 所以说不是你想拿什么祭天都可以 那这个仪式 这种祭天的仪式 在唐代以前 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的时代 他就有记载 而很巧妙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样子的祭祀方式 无论在哪一个古文明 都是如出一策的 大家好像都说好一样 都是一定要什么 点香 要焚香 这个是在 比如说在埃及 或在哪里都有焚香这个仪式 还有祭天 几乎是很难找到 祭祀是不大一样的古文明 就像我们看到的玛雅文化 或是一些古早文明的 无论是印度 玛雅 或是一些不同地区的文明 都是必须要做什么 做一个祭台 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 做个祭台 好的 你有时候祭台上面 还可以做祭祀 这个都是每一个文明 大家都差不多的 那么当时如果没有烧纸 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呢 他们会放陪葬品 或是祭祀用品 例如什么 龟 币 币 还有那个钱币的币 还有薄 那个币是指玉佩 来祭祀鬼神 汉代就是埋他们的铜钱 当作陪葬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一个很热的话题 是什么 三星堆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话题 三星堆 他这次挖出了 之前只有两个坑 这次挖出了六个坑 他就是在祭坛的附近 三星堆的古属国的祭坛附近 就是这个原因 你只要找到祭坛 你就很容易在附近 找到很多大量的陪葬品 或者是祭祀的用品 所以很多人会疑惑 为什么 你三星堆 他出土的文物 他们都是一层一层的 比如说第一层象牙 或第二层是布 丝绸品 然后下面再一层 可能就是那些什么 金器 重墓面具之类等等的 他们都不会乱放的 你知道吗 他们都是一层一层来的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事 知道一个意思是什么 他这个可能就是经历了很多次的祭祀 而且每次祭祀的项目都不一样 所以你放入了祭祀用品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有人会去想是说 三星堆 他是不是外星人的遗迹 其实老师个人是不这么看 为什么 因为按照他们祭祀的一个模式 以及堆叠的逻辑 基本上就有一点过于一厢情愿了 因为怎么样 因为如果是外星人 或者是高等文明 在那个时代所进行的这些祭祀活动 那么放进去的 应该就会有一些记录文字的石板 比如说像一些摆放比较好的墓室 摆整整齐齐的放在那边 比如说我们看到之前的什么 苏美文化的苏美网表 对不对 他们都有文字流传下来 你在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妥善的记载下来 但在三星堆这里就没有发生这些东西 就变成是什么 他就是只放东西进去 而他没有其他的记录 所以是说记号 任何文字 或是图片 或者是一些象形文字 这些记号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文明的代表 如果三星堆真的是外星人的遗迹 那么也只能说什么 这些外星人 或是一些比较高等的文明 他们已经离开当地许久了 比如说已经离开古蜀国 已经很久了 留在当地的人类 为了祈求这些伟大的一些种族 或者是他们认为是神明 能够再度降临 所以才拿这些东西来做记事 向天祈求 因为你们从天上飞走的 就是说希望你们能够再回来 然后把他们认为最珍贵的东西 奉献出去 包含了外星人留下的这些器物等等 所以关于古蜀国的文明 现在所发现的 老实觉得可能真的只有冰山一角 因为他只有在祭祀坑那边所发现的 而每一层的文物 差异的如果都是这么大 那么代表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他隔了好几个世代 然后才去做好这个祭祀的 这个是猜测 老师是一个算命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 所以这老师的想法 各位来去了解一下看 回到主题 我们说到烧纸 它有个大原则 一般的纸我们在烧的时候 它会分三种 第一种是什么 黄纸 黄纸这个东西是比较 属于中华民族大疆南北都会用到的东西 一个道教的一个科疑 在黄纸上面打洞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天有金箔的 叫做金纸 这个在明台地区会比较有 比如说在台湾 叫称什么呢 就是三色金 也有九金 这种不同的东西 大部分就是福金、寿金、挂金 还有更加衍生出镜的 还有什么天宫金、大福金 各种不同的金 这台湾的公表文化比较盛行 那么 南部他们有用九金的东西 那跟北部用的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那么第三种 就是比较特别的 是什么呢 它就是所谓的大银跟小银 也就是所谓的银子 这些金子 它在使用上是有分别的 那就是什么呢 神明收金不纳银 往生者收银不纳金 也就是说什么呢 祭祀神明或是往生已久的亲属 亲朋好友 用的会是金箔类的 金箔类的 而往生不到一年 比如说刚刚往生不到一年 还没有对年的 那这样子公化的都是会是银子 就是大银跟小银 而不是金子 如果你这个错了 第一个你用神明 你用银子 那是对神明不敬 如果你对往生还没有对年的亲属 那你用到的金子 那也是对往生者不敬 因为你化了 他也没有办法收用 而刚刚讲到第一种的黄子部分 他还是有分别的 就看他打动的模式 那么这一般来说 他有比较多元化的差别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有所谓的库钱 有的是所谓的黄子 一般来说 库钱是给在往生七七四十九日法会之内的 往生亲属所烧化的 用来稍微弥补一下 他在这个世上 所消耗用掉的财帽以及福分 希望能够在他 在 流转在回来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能够带的完整的财帽跟福禄一起来这个世间 所以那叫库钱 给他做补库使用的 另外一种是黄子 黄子就比较通用在祭祀神明上面 比较少用在祭祀在往生者上面 这个是他的差别 而我们现在的正逢清明节 有人会在扫墓完成的时候 会在墓碑上面拿一块石头 然后压上一种黄子 那种黄子 按照地区的文化不一样 他也不一定是同一种 但是一般来说都会统称为墓子 叫蒙抓 台湾话叫蒙抓 这个其实就是有含义的 它是什么含义呢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上面压很多子 一般来说 这不是是说你要给祖先花用的 一般来说是来告诉后面的亲属 这个墓已经有其他亲戚先来扫过了 只有看黄子是新的 已经有人来扫过了 或者是宣告 宣告来往的人们 是告诉大家 这个墓 他的后代还在 所以说有人来扫 有人来打理 请对他尊敬一点 所以上面也会压人墓子 你要让他墓子到旧的很不存在 当然你可能也要一两年 所以说 你有没有每年回去 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而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三种金子之外 我们在港澳台地区会比较特别的 有的是不只是烧纸 你知道吗 有的会开始烧什么 刚刚讲到的 包含了别墅 跑车 金铜玉女之类的 现在还更先进了什么 有的是有手机 电脑 还有平板电脑 当然有对一些 还有一些 一些比较有孝心的 他们还去买那种什么 西装 礼服 手饰 等等之类的 他也有人去买什么金条 做成金条的东西 只要你其实只要想得到的 都有人做出来这些纸扎的用品 有些真的很精细 精细到是觉得是说 手艺绝伦 你不是只是印刷出来的 你连别墅里面 他里面还有什么 还有桌椅 你知道吗 还有桌椅 沙发 电视机 洗衣机 一应俱全 当然那个造价也是比较贵的 那么现在就问题在这里是说什么呢 这些东西 往生者他到底会不会用得到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老师过去说过 一般的我们在所烧化这些金子 或这些设备 他只会纯粹存在一个地方 比如说就接近在临界的一小块区域 等于说你必须进到这个区域 你就可以享用到说 往生者之前你扬上的亲属 给你这些东西 比如说无论是你别墅 汽车 豪宅 什么东西的 他会留在临界 这个时候 朋友就会问老师说 什么样的时候 这些的往生者或是亲属 他们回到临界呢 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准则的 为什么 就是很简单来讲 比如说你孝老师生在台湾 对不对 生在台湾 虽然我父亲是 算是福建省福清县 我们是福建省福清县的人 对不对 然后后来到马祖去开中历次 那么请问一下 我站在台湾 我长在台湾 然后我的 假设老师也买房子 包含了这只猫也在台湾 对不对 那都在台湾 请问一下 我一定要死在台湾吗 可以懂老师的逻辑吗 我死在台湾 我长在台湾 我买了不动产在台湾 我的存款不多 但是也在台湾 请问我可不可以去澳洲 去度假一下 我可不可以有一天 我跑去纽西兰定居 或者是我跑去南非 对不对 老师皮肤黑黑的 去南非 寻根之旅 有没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说 我们当把一个灵界想说 我们在这个灵界有限的部位 然后这个东西伤给他 在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没有办法是说 一直去用他 因为那个人会移动 灵也是会移动 我们有时候会认为 那个灵界就是他们永远在那个地方 他不会移动 事实上 只要你没有犯太大错误的 你在阳世间 你没有脱谋拐骗 好不好 坚淫掳掠 这个你只要没有做 损人利己的事情 基本上 基本上 你通常一定的刑罚受完之后 你都会回到灵界好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的长短是没有一定的 有些灵大人们在那边生活了几百年 也都是有的 上千年也是有的 有的你进去 你可能 可能不到两个月 他就要往其他世界去走 或者是他要 走到 比如说他可能就往生佛界 灵界就变成他一个终极战 有的他就真的就是你 你连进门都不进门 你就直接去投胎了 所以算 你说灵界这个东西 它会存多久 这个是没有一定的 它是一个社会 就像 你所期待的城市里面 是不是每一天都有人进驻到这个城市 搬进来 是不是也有每一天 很多人都要离开你现在所处的城市 灵界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形态 它只是跟我们的 现在这个维度不一样是什么的 我们现在的维度 我们说有所谓的地理位置 但是在那个世界 他们是维度空间 这个维度空间 你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是说 它一定在什么坐标上面 举个例子来说 老师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存在网路上的游戏 存在游戏公司里面 存在云端上面 具体来说 它到底存在哪一个伺服器 各位 这样我们可以去探求吗 没有 我们几乎没办法探求 我们就只能说 它存在云端的伺服器 就是存在你的电脑里面 你要去完整的定位是说 你今天低潮老司机的骗子 这一部什么老师的 它到底存在哪一个磁区里面 其实这是不容易去定位的 但是它可不可以定出来 可以 但是一般来讲不会去怎么去定 有些是分散储存的 有些是集合储存的 我们在另外一个维度去看的时候 它并不是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模式 去处于在这个空间里面 所以是说 像我们以前在去办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常看到有些往生者 他的确 怎么样 他的确是收到了 羊上的亲属给他们烧化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的 有些老阿嬷、老奶奶 他以前就喜欢开店 对不对 那他受众正寝之后 他的尺寸就画一张 画一家店给他 让他去开他的干嘛店 就是台湾的杂货店 有没有 有 真的是有 他真的就去收到了这个东西 我们去看 他的确在那边经营 但是 他有时候会请其他的人来带经营 他就自己跑出去玩了 他去玩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这个灵界这一块 跑到其他维度去玩 其他维度 有没有说一定是幽冥界 或者是 冥界 或者是你其他妖界 什么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不要把他定的这么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里面 比如说老师在 在新北市 新北市它有很多区 你知道吗 新店是一个区 金山区 万里区 综合区 板桥区 对不对 他有不同不同的区别 不同不同的区别 你可能都在新北市 但是他这个区里面 你新店 老师住在新店 你新店的 你可能跟金山跟万里的 景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生活习惯也是不一样 温度 湿度也都不一样 那么在那个世界 他们就是不一样的维度 他们遇到的人 不一定都是跟自己差不多时期的人 有些时候他们遇到的可能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 或者是他刚来的 但是他是不同种族的人 所以说 这个世界 它是非常大 而且非常阔 我们没有必要去说 一定要去限制说 他往生之后 他跟我们一样 只能住在自己买来的房子 或是租来的房子里面 你不能移开 事实上 他可以移动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但是这个是基于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基于在他的功过已经两平的状况之下 到最后就是你过 有些是只是稍微做一个 比如拘留 行政拘留 再教育一下 你知道吗 新疆再教育 对不对 你再再教育一下 跟你讲一下 你之前犯了什么错 这个是错的 就是说你以后希望不要再犯 那么你现在可以贴 然后接下来把你分发到你 你应该所属的戒去 你就可以敞开你的新生活 所以这个事情是比较多元 但是你真的烧化的东西 他收不收得到 会在那地方收得到 但是你能 但是往生者本身怎么用到 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造化好的 他就用得到 但是他也不见得 他就很高兴 就说我一定要用这些东西 因为 你杨世间烧给他了 是我们认为给他好的 但是他如果在那个时节发现有 他其他他他绝对有兴趣的 那么他就会做这些事情 各位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就像怎么样 就很简单一件事 螺丝粉这个东西 老师没有吃过 听说很臭 就像台湾臭豆腐臭十倍 螺丝粉 各位在中国朋友应该知道 螺丝粉这个东西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 对不对 你觉得很喜欢吃螺丝粉 然后你寄了100包螺丝粉给老师吃 老师一打开可能就晕倒了 那我就不喜欢 所以我可能其他就摆在那边 我就不煮了 对不对 所以说有些东西 我认为在台湾东西 我觉得臭豆腐比较好吃 螺丝粉不好吃 对不对 这就不一样 像我跟金金老师 我们喜欢吃东西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要协调一下 我们在一起用餐的时候 就要协调 你想吃什么 我配合你 下次我想吃什么的时候 你配合我一下 这就变成一种协调 那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是一样 他得到的东西 他不见得喜欢去用 那么有可能就留在原地 那他留在原地 久了他也会腐朽掉 因为能量虽然是守恒 但是他没有永恒 你是各位了解老师的意思吗 他都会所谓变化的 你久没用 荒废他就荒废了 那回来可能他看到荒废 他可能你就离开 不会再回来 这也是有这个机会的好吗 来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等下讲其他的下一段 大家好 三星堆现在在背友找到文章 希望能够破译 希望能够破译 祭拜说还想烧过去能不能收到 基本上可以收到 这个是可以收到的 哦 你就是猫很热 你可不可以下去一下 看到国度学中国烧纸 其实烧纸 烧纸 国外烧纸 其实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因为 文化不一样 那不是很必要的 在灵界还有此生的记忆吗 其实是有此生的记忆的 但是他也是跟人一样 你想到你会忘记 好吧 也会有学到新的 也会忘记旧的 他有时候他不见得去很在乎到羊上的亲属 当然你刚往生的时候 都会想到羊世间的一些种种点点滴滴 那基本上久了之后就还好了 你知道吗 久了之后 其实就像你到了一个新环境 比如说就像我们 我们初中 从小学6年毕业到初中 然后待在6年的地方 我们离开了 到了一个新环境 我们都会紧张 对不对 我想到以前 闲小学怎么样 但是呢 你到一个新环境之后就不一样 好吗 人手灵魂留在临界多久 主分 为什么主分影响后来 这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好吗 有老师什么是兵马 兵马这个东西 通常我们就称它为六丁六甲 六甲天兵来 六丁地府地兵来 不一样 六甲是属于天兵 六丁属于地府兵 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通常都称为六丁六甲 所以说我们在舒服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请六丁六甲兵马来 六丁六甲通常是给土地公在去管的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都是土地公在管 那么也有其他武将也会自带自己的亲兵 这也都是会有的 这些兵马其实 大部分有一些 有一些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临界有一些 他们可能转职成为到阳世间 被收纳为 收纳为兵将 兵马 有一些就是那些地方神 收纳地方的那些孤魂野鬼 或者是一些地痞流氓 看神的属性 其实每一尊神都有个性 你知道吗 我们通常我们会比较近神 就觉得神命好像是都是很慈悲很威仪的 威仪可能都是有 但是慈悲不是每一个都慈悲的 我必须讲实在的事情 每一个神明他有各自的心态 有些神明他是很勤奋的 你知道吗 有些土地公或地方神明 城隍野他是非常勤奋 日理万机 对不对 他每一天都要去走访地方 看看有没有做不好的地方 或者出了什么大事 有一些比较特别就是很懒惰 就是他有这个福报 但是他当神之后 他就觉得 他就 就觉得我已经达到这个果报了 所以我就这么的过 反正我已经达到这个地方了 有些就会怠惰 怠惰久 他就被取消资格 神明也是会被取消资格 重新打入轮回 也是有 也有地方神 你做得很好 然后慢慢提升上去 从地仙变成天仙 都有 好吗 这个是一个变化性 国人在海外旅游去世的时候 去阳王那里 还去上帝那里的 基本上他是没有分别的 各位 那个地理 刚才讲到地理这个位置 是人们自己去定的 人们自己去定的 事实上 地理位置是 不大去 他也去限制在另外一个世界 他另外一个世界 他们的往来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限制 但是 你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到台湾去办 这个也不是不行 但是还是需要一些手续 所以他回到这个维度来 我们第三维度来 他还是有距离上的问题 但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比如说临界、幽民界 他们的交通是比较容易的 是不一样的东西 不用去想是说 不用想是说我们的现在的物理原则 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是物理原则 不一样 就很简单来讲 老师其实在怀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事情 因为老师还活着 说我不能完全确定 但是就我们所办过的经验 基本上 基本上另外一个维度 似乎没有重力的感觉 你知道吗 他就是 就是没有太多那种重力 比如你拿去就掉下来 这种重力的感觉 似乎在第三维度才有重力的感觉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好吗 所以说你一般在国外往生 基本上还是会打入到 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流程里面 所以说要找的还是找的到 你知道吗 要找的还是找的到的 螺丝粉巨好吃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真的没吃过 你也别 我去中国的时候 请各位不要请老师吃 老师对于吃的东西 通常都很谨慎 然后都是吃比较清淡的 在台湾可能吃比较鲜 但是在国外吃的比较清淡 好吗 每年扫墓前都会先上一大堆草给主 先 大家没发现吗 那个是除草 我们没想到有钱直接化掉 那个倒不是了 好 那个烧草就不一定了 好吗 就不一定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继续的话题 各位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下去 你这是猫 你要不要做好 要不然你就 你就窝好 要不然你就下去 好不好 叫我很热 好 所以说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熬下去了 我们刚才谈到的金子之外 其实用金子这个文化 其实在我们道教的科医里面 我们比如说办事的时候 它其实还蛮多种的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要自煞 比如说老师会帮以前帮 这次就有用一些转运钱 像我们这次的南北斗补运法会 我们用到就会有些本命钱 转运钱 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会 这就是我们会用到的东西 你一般是不好买到的东西 本命钱 或是什么转运钱 这些东西是不好买到的 但是专门供给我们这种业务使用的 有一些我们要自煞 我们要自煞 就可能就需要什么72地煞 他就分72种 有些是72种 有些是36种 不一样 按照你的需求去变 比如说有什么呢 比如说他会有什么的 比如说什么 我想一下 比如说他有 叫什么名字 他有补运钱 或者是什么 去饿钱 或者是天库 天地水 山库 山库钱 或者是有些长寿钱 或者是有一些 比如说既改钱 比如说门头钱 前世父母钱 前世夫妻钱 龙神钱 三神土地钱 刀兵钱 火恶钱 判官钱 夫人钱 牛头马面钱 铁蛇铁狗钱 大爷二爷钱 祝生娘娘钱 这种各种不同的钱 这个东西 其实在各种不同的科医之中 我们在做一些法会的时候 各位是不知道 因为老师不会特别去讲 因为 这个还蛮繁琐的 我们在做这种字画的时候 是比较繁琐的 但我们在补运的时候 就是用补运钱 转运钱 还有用一些什么 在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补财库的 那个时候就用到财生钱 当然有些朋友他会想到说 除了这些钱之外 还有所谓的莲花 像我们有一些在 在祭奠亡灵的时候 我们会折一些莲花 那莲花纸 然后再把它折成一个莲花座 莲花座在台湾 在中国是比较少看到 在台湾会有所谓大莲花座 跟小莲花座 这个有没有用 基本上如果你是折给你自己的亲属 你折给你自己的亲属 基本上他是可以有注意的 但是只是程度上的多寡而已 你买现成来的可不可以 但是你亲手去烧 你的心意也是可以扎着在里面 你是不是往生者一定可以沉连往生西方 没有 你还是经过审判 那是给他的一个便利 但是不是说你今天烧了之后 你就可以无限次的直接往上飞 没有 他还是经过一定的程序 但是这个还是可以收得到的 比如说我们像老师在做一些超度的法会 所以我们要做超度法会的时候 有些阴灵好不好 我们简单的有些阴灵 那么阴灵这些东西我们就会比较 老师会自己准备这个莲花 他看数量 我们准备莲花 这个莲花 经过老师我们的我们这些法师 我们做一些仪式之后 对这些往生者他们的功力是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不同人做就不一样 对不对 不同人做就不一样 他效果还是会有差别 所以说金子这个东西他的变化是很多的 那一般人在去用的 比如说我们七明节要用的东西 这些东西 基本上你能化的 基本上他都会存在到在灵界 在灵界给那些亲属 如果他们有回到灵界的时候 他们是可以用 还是一句话 这些钱这些物资都可以用 但是他们出了灵界就不可以用了 他们只在那个范围之内可以使用 超出那个范围是不能够使用的 各位懂老师意思吗 超出范围货币就没有用 货币就没有用了 就像怎么样 你不能去南非 然后他们用的是夸查 但是你拿台币去跟他买东西 他是不收的 对不对 那是不收的 而他们并没有所谓的汇率 就是你不能把阳世间给你这些金子 然后换成在当地的货币 然后去他们所属的灵界区域以外的地方去用 这个是不行的 房子也不能超过灵界以外的地方去使用 这个也是不行的 所以是说烧金子适量就好 适量就好 因为你烧再多 他如果没有要用 或是他要去的地方用不到 那么这就是一种空污跟浪费而已 这就比较可惜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真的是自己诵经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诵经不用诵藏 藏你们念的很痛苦 不是让自己痛苦就是好事 好吗 不是这个样子 诵经要送到轻松愉悦跟喜乐 而不是送到很痛苦 然后代表说我有付出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 这是两回事 诵经 比如说我们念心经就已经很殊胜了 我们念心经就可以去讲 就是说 观自在菩萨 心生般若 波罗密多斯 造就五蕴皆公度 一切苦恶 这样子念 念个三遍 给我们的这些亲属 他们就可以受到比较殊胜的加持 这个能量给他们是很好的 就是他们在灵界 他们可以带这个能量 都没有限制 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在于是说 我们自己的实行上比较重要 物质的东西 它是有限的 它是有限的 好吗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看看有什么问题 外熟人 外国人必死见 外国人死后世界没有比较好 平静 看过往生的亲属天使 我们中国人往生比较可怕 难道死后这么不公平吗 那是因为告诉你的就这几个 对不对 那几个可能就是刚好看到比较好的 我们这么 我们华人这么多 世界这么多人 当然也有会是看到很和平的状况 老师看过也很多很好的往生状态 所以说 宗教就是有一个麻烦点 你知道在哪里吗 宗教有一个麻烦点就在于 华人的世界 你这些从事宗教的人 很容易因为达成自己的目的 所以说很容易去拿宗教的这些 鬼神之说去吓唬 就是妄说祸福 去恐吓众生 比如说什么 你一定发生大灾难 你这个劫你躲不了 你要花多少钱才能处理掉 或者是你看他死相这么惨 对不对 就是他做什么坏事 很多事情其实不是仅仅在于 在于是说 在于是说 这种宗教的人是一张嘴 而是在于你自己的 自己日常的行为 你是不是有断乎良心 断乎道德 跟断乎你该所的一些礼仪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老师在偷看 所以我们不要理他 来老师 烧檀香或沉香 会吸引无形的众生来吗 这个烧檀香或沉香 会吸引无形的众生来吗 这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想法 你煮饭你的话 你的邻居会来你家闻吗 你煮饭的时候 你邻居不会来你家闻吧 对不对 知道你有在烧香 但是地理众生来这有点夸张 是比较不会 好吗 那是比较不会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家里是比较肮脏 有臭味 有腐败食物的 或是有一些 杂乱无章的一些 比如堆很多资源回收在家里的 你就比较容易吸收到负面池上来 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池上有症有负 就是不一样 好吗 老师树葬海葬风水流活 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葬礼 我们接下来讲到葬礼 如果已经转世 转世烧纸有用吗 转世烧纸还是存在他自己的零件 那个区域在 他跟 其实老师在讲一下 零件的区域跟你的元成功 他是分别不同的地方 不是说你烧了纸之后 他存在元成功 元成功是元成功 零件的房是零件的房子 如果转世很久了 他有可能不会回来收 有可能 但是他可能现在可能还在活的 他就不会回去收 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吗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没有一定 他没有绝对 谢谢 谢谢各位 那我们接下来讲到的东西 你可不要在那边偷看 金金老师 为什么 你叫我不专心 这很奇怪 我们不要理他 刚才猫来弄完了 现在被金金老师在乱 来 接下来我们讲到就是葬礼 葬礼这关乎到我们的一个阴宅风水 阴宅风水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怎么说有意思的地方呢 像我们提到的是说 在早期我们几乎是不做火葬的 我们尊重仙人 所以东西把他放棺材 或是至少你要草稀包一包 对不对 我们就挖个洞 埋进去 盖起来 立个墓碑 代表说此人长眠于此地 是不是 一般来说 你的土葬 只要是土葬 这是一个 几率性 但是概率比较大 但不是完全绝对 然后按照我们风水学来讲 这个土葬基本上会影响到的是六代 六代 你上六代都会影响到你 这个是基础的 那么这个很有巧合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基本上 尤其在中国 你们在70年 这70年来经历过很多战乱 还有很多的一些社会事故 所以是说 有些时候你生出来 或是你可能生出来 你也不知道你祖先在哪里 都完全不知道了 或是曾经知道他埋哪里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他埋哪里 这个状况是会有的 这个还蛮多的 那像台湾 你可能是再早期一点 可能是比较更早期一点 比中国更早期一点 他可能才不知道这个祖先埋在哪里 但一般来讲祖先都会影响六代 比如说你的上六代都是还是土葬的 那么影响到你的几率是有 但是一代一代会递减 一代一代会递减 递减的比例不一定 大概都是 各折10%到15%左右 但还是一定会有影响 为什么土葬在六代还会有影响呢 像老师过去之前讲过的 这跟DNA是有关系的 我们很多人是说 那个人都死了 他可能祖先都已经往生了 他已经往生 他已经投在转世 他的风水怎么会跟我影响了 对不对 那风水影响的不是灵魂 你知道吗 会影响灵魂 但是他是被动的 灵魂是被动的 那身体是那个肉体是主动的 你知道吗 这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一个要件 所以是说你当你再去做这些轮回转世 轮回转世的时候 他是那个能量体一定会转世 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肉体本身DNA是直系亲属都会影响到的 当然他一定只有直系 有时候当然按照阴窄的不一样 他会先从每一房的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会看墓碑 墓碑有些特色就是说 你这个墓碑已经受到影响了 他已经受到不好的影响了 所以说某几房 包括男丁或是女户 他会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 而不是全部都会 有些只有长房 有些是第四房 有些是女户 而就是女儿 丁跟女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你嫁出去的女儿部分 就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这个都是有差别的 但是唯一差别就是刚刚讲的一个修正 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就比较不受影响 但是如果你是在还没有嫁出去的 还是女儿家的状况之下 女儿家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就算活到70岁 你还没有嫁 你叫做女儿家 还叫女儿家 你嫁出去了 哪怕你14岁就出嫁了 那么你就是别人的夫人就不一样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状况之下 你就要看墓碑的影响程度 所以说每个DNA的震动 他就影响到不同的地方 他会显示在墓碑上面 其实这个是蛮有趣的东西 你说老师这个可不可以用科学去讲呢 现在老师还没有参透是说怎么样跟各位形容 因为老师知道怎么看那个墓碑 然后你知道这墓碑 外面的整个植被 或者是所有的状况 会针对到哪几方 但是你要科学话去讲 老师的智慧不是很够了 毕竟就是个神棍 术士 很多人就跟老师讲 这个术士 就是会影响到那几方 那么这个是土杖 不影响的就是什么 花杖、海杖 这两个是最不影响 花杖、海杖、树杖 这三杖 这三种杖 几乎对后代是没有影响的 各位记清楚 花杖、海杖、树杖是几乎没有影响的 如果你的仙人 都是要希望他能够 他希望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葬礼 他需要海杖、树杖或是花杖 这个东西只需要在下杖的时候 去请先生去给你看下杖的时间 这个就够了 这个就够了 因为下杖的时间 其实不是只有身体或者是骨灰而已 它是一个安灵的作用 在那个地方安杖的时候 你本身的祖先的灵 就是我们往生者的灵 会比较好的跟他自己的遗孩去告别 说那个选时间是很重要的 当然你祖灵不安稳 当然后代也就不好 这也是必然的 这三个为什么没有差别呢 因为这三个基本上你是回归自然 你回归大自然的 第二个就是你的骨灰烧出已经验不出DNA了 就这么简单 你已经烧到验不出DNA 变成无机物了 所以是说 他的骨灰对你的心网并没有太大影响 很多人会去迷信是说 就是说你把他上到海上了 他就不成形状 他就魂飞魄散了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不要这么想 千万不要这么想 好吧 千万不要这么想 他如果已经上升无机物了 代表是说他已经对这个世界完全的告别 然后这个最好就是火化 好像中国大陆 然后你们是强制火化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习惯 然后最好的习惯 强制火化 这个是对环境 对自然甚至对整个家族都是好事 那么刚才讲到花杖、树杖、海杖 那现在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放在什么 放在金塔里面 比如说骨灰塔里面 骨灰塔里面 就是我们那个塔位 塔位 那放在塔位 那他有没有风水问题 有 但是少 因为他的DNA已经没有办法呼应太多了 所以说只要不要太坏 都还OK 都还OK 那么有没有是说 但你已经都已经火化了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做风水了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这其实老师不应该讲 为什么 因为这有点把大家带到一点迷信的状况里面 但是既然是武术大灾问 就老师稍微讲一下 还是有差别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做 做宗庙祠堂 祠堂这个东西 他就有风水 祠堂的好坏 影响到风水盛非常的大 因为你祖灵全部聚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这个房子他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阴宅的气息 阴宅的磁场 所以是说 有池堂 池堂做的好 一样可以庇佑后代 不一定一定要靠什么 不一定一定要靠我们的肉体 你用池堂的方法去做 也是很OK的 但是池堂你就必须要维护你 各位你知道吗 扫墓你可能一年扫一次 但是池堂你不能一年去一次 各位你知道吗 池堂是有比较多讲究的 我们的一些家族池堂 这些是比较有讲究的 基本上你每个月至少要去一次 你知道吗 就是他必须有人助手 就是说你一定要中青委员会的一些中青 排到谁 这个月谁在那边值班 就是基本上一定要有人在那边值守 至少每个礼拜都要去打扫一次 或者是上香一次 这是最少 这是最少 最少都要一次 那么这个维持东西就比较多了 你就要打扫 或者是上贡品 送金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你还要注意桌边的环境 有没有施工 这个东西做的就很复杂 所以说 有人说 你现在 有人说老师 你现在中国都是火化了 那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风水 是可以这样讲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 还是做得起来 只不过 老师不是很喜欢做了 老师不是很喜欢做了 因为 总觉得人家现在过好 我们要尽量用自己的行为去彰显祖宗的伟大 当然有一些的家族 他们还是希望老师可以帮他们看一下这个祠堂 看机缘 所以现在我也去不了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祠堂这个事情是 他还是有阴宅的风水存在 影响层面也是很大 好不好 那哪一天如果后继无人了 你要祠堂一个一个把它退掉 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要请高僧 要高僧一定能力的高僧 或者是有一定修为的法师 你才能去慢慢的把这个祠堂退掉 像老师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去退整个祠堂的 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 好像老师这样子的人 必须一定要至少要 至少要7个 要7个 我们才能把祠堂去慢慢的把它清理进化掉 因为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非常多 好不好 再厉害的法师都没法一次 一个人去做好所有事情 那高僧他也需要升团 你知道吗 高僧需要升团 那法师需要队伍 我们像队伍差不多修为的人 你至少要6、7个 应该都要7个 我们都要求7之数 那用7个人 然后分别去做一些法师 之后 那个池堂才能慢慢进化 把祠堂都请走 然后把排位都化掉 那个工程师大 工程师大 大到实在是令人觉得 做那个东西都是划不来的 你给再多钱都觉得有点划不来 除非你真的给的很厚 不然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吃力 真的是非常吃力的事情 好吗 好,看看 已经转世车子有看过了 如果时候大体受到外太空漂流 是不是就没有祖焚风水的问题 谢谢 这个老师的技术 还没有办法超越地球 你知道吗 老师现在技术还没办法超越地球 但是以逻辑上来说 以逻辑上来说 我们的DNA是属于像量子纠缠的东西 所以说它是无关乎距离的 无关乎距离的 其实就像今天你在地球另外一端的目的 它发生了问题 它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背对背的 这点对点的 它还是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以这个逻辑来看 基本上就算是飘到月球去 飘到冥王星去 那么只要肉体的DNA还在 就有可能影响到你凡间的子女 但是你飘到冥王星的时候 已经超过六代了 不知道六百代去了 这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好不好 原则上DNA 它的影响是属于量子纠缠的一种 所以是说 它无关乎空间上的问题 时间当然有一定的时间 是没有关乎空间上的问题 好不好 如果梦到过世的亲人 但是不说话该怎么办 他不说话 他不说话就别理他吧 不说话有时候你过于思念 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说 你觉得很担心 你就念三遍心经 好,念三遍心经 再不熟的人 念一遍心经 最多也只要五分钟 不会再多 你花15分钟 对他就有莫大的帮助了 好吧 你念15分钟 回向给你这位祖先 你就有莫大的帮助了 能够这样子念就很好 如果你能够很担心 你持续一个月帮他念 那么这个功德就很殊胜 不用请什么大型的法会 三昧水灿 八观灾戒 你真的要去做 请你自己亲身去做 这个这样子的是最直接的感应 对不对 就算在德高望正的高僧 或者是那种法力超强的法师 我们都叫外人 我们都叫外人 对不对 你要给他的祝福 一定是血清 那给的最好 因为你们有相同的DNA 对不对 你们一脉相存的DNA 所以是说 你们你所发愿出去的 你所念的经 会比我们外人来的好 我们老师的功用是在于我们代劳 但是如果你愿意自己去做也是可以 好吗 老师的存在不是独一性 而是人人都可以做 只是我们锻炼的比较久 而已 好吗 现在灵谷塔的阴宅风水 是不是整个塔都一样 这个不大一样 那个塔有一个风水 那你分层 有分层的风水 然后你分不同的墙面 有不同墙面的风水 但是影响程度并没有这么高 基本上你要看卵头 就是外在的环境 如果不太差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毕竟他已经烧成灰了 你知道吗 除非是碱晶 碱晶是什么 就是他在已经站在棺材里面 你可能经过10年20年 他已经化掉了 所以在请土公司 土公司就是台湾土公司 就是你专门去开关 然后去捡谷的 然后按照从脚趾头 一个一个放上去放到头 叫盘坐的方法 大部分都是盘坐的方法 那个就是有 如果你没有化就变成金塔 就是它是变成一个谷旺 那个就有风水性的问题 但是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现在都是你捡起来就在烧化了 很少你捡起来直接放到谷旺 这个是很少 早期有 现在基本上都很少 台湾也很少 捡起来都跟你讲 直接把他化掉了 然后变成一个小的骨灰坛 那这个也是最好的方法 好吗 看过主线的服务出来 有讲 乙山星象 不晓得什么意思 就是座位 那个座位就是说 他做的是什么山 什么象 就是他背靠乙 然后面向星 这个是乙山星象 这个是风水的分晶 但是有没有可能会变 那还是有可能会变 因为他的地可能会稍微偏移一下 就有可能会变 所以是说 每年去看这些 去维护一下坟墓 是蛮必要的 有些时候就很奇怪 他涨的时候是一个小山坡 但是很多人很久没回去 他等到觉得出事了 老师跟你讲有问题了 你再回去 他前面都变断牙了 你知道吗 就会有这种状况会发生 所以是说 如果真的是说 你真的觉得是有风水上的疑虑 但是你可能住在国外了 比如说有住在加拿大 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 我们都已经在开车散叶了 那么你至少你要 要挑到可以回来的时候 回来把祖先给他火化了 我们放在捕灰坛里面 我们在公立的 或者是在私立的买一个塔位 这样是最好的 这样是最好的 好不好 土葬这个东西 你没有办法维护 没有关系 你就把它烧化 然后把地让出来 还给天地之间 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你也可以直备问一下祖先 只是不知道他也在不在里面而已 好吗 事实上说拆了会影响吗 解放的时候拆了就拆了 你知道吗 拆了就拆了 就像你房子拆了 你就会离开 对不对 只是离开的样子不是很好看 但是毕竟就离开了 你在解放的时候 有文化大革命 这些东西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要说祠堂了 神佛头都被砍下来 对不对 像老师去林影寺 林影寺那边他们风景区 很多石壁上的那些石佛 对不对 山壁上的那些石佛 一大堆脸被挖掉 头被砍掉了一大堆 对不对 佛都顾不了了 还顾你祠堂了 是不是 所以说那个就猜就猜 那个没有办法 那个影响度也不会很大 因为那个叫时代 时代影响这些事情 他不会去惩罚后代 好吗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祖先会生气 是因为你特别去作戒你这些祖先 那这个就不好 好吗 这就不好 画面就这样演 画面有什么 不是很知道 在他公传上 我时候就发生在他公司 好 火焰火化之后再土壤会有影响吗 火化之后再土壤干什么 你火化之后为什么再土壤 你火化就只有坛了 你骨灰坛 你在土壤干嘛 这个意义就不大 你知道吗 那个意义不大 你可以 可以 但是有些 有些的早期的台湾 其他地方老是不知道了 台湾有一些的墓室 他们会做成一个墓 这像一个 里面会有一个墓碑 后面会有一个 挖一个水泥盖的一个小碉堡 很多有一些的就是把金塔 就是身体捡完的金 放进去 然后一家一家放进去 变成家族的塔 家族的一个小墓室 有的是烧化之后把它放进去 所以那个就不叫土壤 但是你烧化再把它埋进去 这个用意是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你没法 那个墓碑的天线 跟他也没办法太好呼应 各位你要知道 那个墓碑是跟人的身体 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方向 这个是专业素养 所以说有些人问老师是说 有些朋友愿意关照老师的生意 就是说他们想同科石碑 墓碑 老师说通常跟各位去讲 是说你要找当地的师傅 为什么 因为你要当地师傅去看 你现实状况的 那个坟墓的 他当时落土的样子 然后专业就看得出来 是说他是怎么摆的 所以说你的墓碑 你要怎么磕 大小如何 你要怎么安 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存在 但是如果你已经烧化了 其实 这必要就没有很必要 再去把它埋进去了 你真的是 不高了 你放个塔位就可以了 好吗 把我朋友往生之后 火化国会上潮大海如何祭拜他 除了祭拜他 如果祭拜他 你为什么祭拜他 他是你的好朋友 你祭拜他干什么 你就缅怀他就可以了 不用去特别去祭拜他 你真的想还是一句话 你回向三遍心经给他 这就很殊胜 好吗 这就很殊胜了 愿意念比什么都来的好 好吗 这是他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用缩氧的可以吗 缩氧是什么东西 你前面的东西我对不上后面的 好 你要再问一次 不然我不讲你缩氧的是什么东西 好吗 地球 南半球的风水参照数有变动吗 因为日月星辰的位置变动了 好 我就跟你讲这件事情 好不好 这件事很有意思 南半球北半球 气候是相反的 但是你讲到的日月星辰的位置改变 这是错的 日月星辰的位置从来没有改变 难道你到了澳洲 你左手会变右手吗 不会 你左手还是左手吗 难道你去了澳洲的时候 你用头走路吗 对不对 不会 对不对 你不会脸膜地 不会 你左手还是左手 右手还是右手 头还是头 脚还是脚 你怎么会说日月星辰的位置改变 这是错的 这个观念这是错到一个极点 好吗 不好意思 吐槽你一下 好吗 这是不对的 任何的 任何的 南半球北半球 地球是一个圆的 对于日月星辰来讲 他有气急的变化 他有温度的变化 但是该是什么样的磁骑 就是什么样的磁骑 好吧 该是什么样的磁骑 就是什么样的磁骑 他不会去变 这个是固定的东西 他不会变 就像算巴士也是一样 好吧 就算紫微斗数也是一样 当你出生在澳洲 你就用澳洲时间去算 那也会有一定的准度 你不要告诉我 你今天在北京出生 然后你今天到了澳洲去 然后你用澳洲的节气 反过来 有的人跟你讲 你要反过来去看 我告诉你 那些都是瞎掰的 我在节目上 我敢这样讲 攻击这些同行 为什么 那是瞎掰的 那是绝对是错的 他不了解七正四语 他不了解星象 他跟你讲 你所有东西要反过来算 那个是错 绝对错 错到没边儿 那请问一下 赤道 生活在赤道的朋友同胞 你是不是就没有事迹了 你在赤道哪来的节气 你没有事迹了 那你是不是就没有金木水或土了 你是不是就没有日月星辰了 不是这样吧 对不对 这个是蛮有趣的事情 好吧 所以说我们要像用科学 来去了解是说玄学 科学是可以去慢慢的验证玄学 而玄学它是比较高等的科学 我们要一步一步抓回来 就像为什么天狼星 为什么天狼星腰带 或是什么北极星 他可以指引到我们的方向 或是他有星座可以对应到我们的一些力法 这就是星象的差别 而不是只是只有迷信 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 好吧 好,阿修你刚为什么我也忘了 往生知道多久会投胎 不一定也看人 看人 看人这没有一定 好吗 比如说一个人他刚出生之后 你告诉他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小学毕业可以上班 国中毕业可以上班 高中毕业可以上班 他可以念到博士 32岁之后的开始上班 可不可以 就是说你为什么时候往生 跟你这个小孩出生 他什么时候可以赚钱 是一样的意思 看人没有一定 功过罪业还是有差别的 如果你有大德 比如说你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有见过 就是这个施主 这个大德 他真的不愧大德的名号 所以说他往生的时候 交代完事情的往生 除了面不和许之外 本来应该很悲伤的地方 所有亲属都感觉到 真的是鸟语花香的感觉 真的是有种光明的感觉 明明就在病房里面了 但是就有一种清风徐来的那种 温和许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人太 但道德实在太高尚了 但是这辈子人都不去计较 说他到底得到多少 跟他付出了多少 他是真心的去帮助 任何他能够帮助到的人 他很有钱 我先讲一次 他不是穷人 他很有钱 可是他从来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 因为他有多少 他尽量去付出 可是就奇怪的事情 他付出了多少 他得到总比他付出的还要多 各位你知道 这个事情就是会这样子的 他从来不去知道他自己多少钱 事实上他是有钱到一个不要不要的 甚至是有钱到不要不要的 有钱到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是 到那么老状况之下 他真的不去计他的财产 因为都给小辈去处理的 他这种大德 他可能一往生就被神明接走了 对不对 人一厌弃 神明就说 来来来 我们上去走走 对不对 他就成佛了 有些人就不一样 你走了之后你就下地狱 没受个300年你出不来 有一些你可能下去 听个像老师刚刚讲到 听个讲习 对不对 那你回到灵界 你走到另外一段人生 所以说不一样 他没有说一定会投胎 一定会投胎 这是一个误区 这是一个误区 不是一定会投胎 好吗 没有一定会投胎的事情 这个生命会循环 上了佛 当了佛的 他可能修为不够 怠惰的 他也会再下来 你恶鬼道的 你顿悟的 或是你了解 你真心忏悔的 恶鬼道也可以提升到人界 甚至可以提升到更高的 比如说跟再往上一届 都有可能 然后说不是固定 好吗 没有说固定的 纵生机是有效的吗 纵生机是不是有效看人 好像看人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 他今天提供一个 提供一个地区 让大家来去纵生机 因为他选的一个地是很发财的 或是很福报的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 因为一般讲生机跟看阴仔一样 一个地方你只会有一个大概只有 他的容纳多少人是固定的 有一些小的一个 一个穴位 他只能容纳一个 然后有些好的穴位 他可以容纳家族 但是没有一个道理是说 我今天卖你一个生机 我帮你做好这个生机 因为我选这个福地很好 说这一片山坡给你们种到底 那十之八九就是 骗人的 好吧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真正的师傅 他们不大会去跟你讲说 都可以种人 那个很难 种生机跟种阴仔一样 那个是点是可遇不可求 你有钱 你不一定能够找得到 你有钱都不一定找得到 你有巨额就不一定找得到 但是有时候就是 你福报很好 你不用找 自然就会有 都会有 好吗 说种生机要看师傅 要看机缘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 百分之九十九都假的 你有一%是真的 那个真正的福报有 找到这个人去做 好吗 老师有没有做生机 不做 好不好 不要找我做这件事情 我不想做 好不好 会做 我们都要休息 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学的这些东西 那我们也知道怎么去验证这个穴位 但是老师不接 好不好 不接 因为我不确定你是谁 你给钱我去做 那如果你得到钱 做坏事 那种顺到我头上来 我不是很倒霉 会赚你一个赚你一点钱 然后要被你这样子搞 这个很糟糕的事情 好不好 守木人是其次的 那个是皇宫 日本天皇才有守木人 天皇才有守木人 一般来讲是比较没有守木人 因为其他新闻可以吗 念否念心经最好 如果你有其他平常在修的话 其他也是ok的 但是一般的经文是比较长的 你去念 第一个你撑不了多久 你知道吗 就像就像你今天就算你能够撑一年 好不好 你能够撑一辈子 其实修行是一件一辈子的事情 各位你要这样了解老师讲的事情 修行它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是说你能够每天持续 早晚能够做5分钟 然后持续一辈子 比你一天做2小时 持续3年 来得更殊胜 因为滴水才能穿石 你今天用很大的水柱去冲一个花岗岩 花岗岩不为所动 但是你慢慢去滴水 你总有一天这个花岗岩 会因为你日夜夜滴水 它被你侵蚀掉 大地不就这样来的吗 对不对 大地就是这样来的 你山川高流不是都这样来的吗 滴水穿石来的 修行不要求多 不要求不要求广 我什么经都会念 什么经都可以持 那个是老师这种法师 我们在做法会 我们是我们的业务 知道吗 我们该学的业务就是这样 像医生他就得通晓医点 律师也通晓法点 法师就通晓各类的经典 这是我们的工作 但是一般人可不可以做好自己的修行 可以 请你每一天持续的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念早晚能念一遍心经一遍 老师就觉得你很棒 你一定可以成就 你知道吗 所有事情都是日夜 你能够持之以恒 总有一天你就会成就 这绝对的事情 不要说我今天每天念一本地藏经 感觉念完我很殊胜 我相信你很殊胜 但是你持续不了10年了 你持续不了10年了 对不对 每天念一本地藏经 一部地藏经 你念10年 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0年年后你也念不了20年 但是人生又起始一个20年了 所以说你只要念一遍 早上花个两分钟 念一部心经 晚上花两分钟 三分钟念一部心经 OK了 很好 这就过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 很多在基督教 他们每日夜吃饭都要去祈祷 祈祷这个事情就是好事情 因为 虔诚的祈祷 你跟上帝是有连线 所以祈祷是件好事情 念心经 也是跟着我们的三界 神佛 我们产生的共鸣 一样的意思 只是祈祷 他们用讲 讲他们自己的话 祈求他们自己的问题 心经是祈求到我们有固定的 我们要慢慢的修行 观之在胡萨 行生般若 波罗比多斯道教 无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射立子 射不一空 空不一色 射结是空 空几是色 受降 行是义富如是 舍利只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近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数量行是 无眼恶必色生 无色生相畏处法 无眼界来自无一世界 无无名来自无名境 无老实来自无老实境 无苦即灭到 无智义无德 以无所得故 普利撒多 以波罗比多故心 无怪 无怪故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以波罗比多故 等阿罗多罗三秒三 普利心故此 波罗比多 是大神座 是大明座 是无上座 是无的能座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故说 波罗比多 是几说 作业 接力接力 波罗接力 波罗生接力 普利撒 不喝 摩赫 波罗比多 然后大慈大悲 冠世音 不上摩 各上 这样讲 现在念下来 有没有三分钟 现场念 根本就不需要三分钟 不用三分钟的事情 你能够日夜去做 你就很厉害 好吗 请问火化 还土葬比较好 对子孙的风水好 火化是最好的 火化就没有太多的风水问题 这是最好 好吗 最好就是火化 还是一句话 火化最好 感谢David Wan 感谢你的赞助 谢谢 每一分赞助都给老师的支持 谢谢各位 没有赞助没有关系 你们至少按赞 对不对 赞助给老师加点流量分数 你知道吗 大家当然 Google觉得 你讲话好像有人要听 对不对 就可以给老师点加支持 好不好 再加怎么念心经 回向给网生的亲人 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只要不要在厕所 不要在睡觉的房间 已婚的 有伴侣的 男女睡在一起的 或男男睡在一起 或女女睡在一起的 就是情侣关系 会有性行为的房间 你不要念 还有就是厕所不要念 基本上你在客厅 在客厅就可以了 或是阳台或客厅 都可以 就念给 尽使回向给某某某 送念心经一步 回向给谁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没有太多的复杂的纯面 就这么简单 你就可以达到的事情 好吗 好 这稀里糊涂一下 老师一直喋喋不休 突然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时间要开始到了10点 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 其实有点偏离了 后面有点偏离了 好吗 当然还是还在范围之内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 烧金子真的有用吗 收得到吗 答案是收得到的 就是祖先能不能在他的区域使用 那个是不一定的 他的区域使用不一定 因为他可能会移动 他可能会往生 他可能到下一个生命去 或是他投胎 或是他往生佛戒 佛戒你用不到金子 你各位知道佛戒用不到金子 你在其他地方你也用不到金子 所以说他在特定的地方他可以使用 但是超出的就不能使用了 所以说金子适量就好 适量就好 你诵经给你往生亲属的 或是像上帝祷告的 给往生亲属的这些祝福 他们就可以收到 而且不限在石边跟维度 他们都可以收到 好吗 就算他已经投胎了 你给他的祝福 他可以通过这样的能量的传递 让他现在的生活也会更加的好 然后更加好 不要说你都已经脱胎了 你都不是我们家的人 然后我就不要祝福你 也不要这样想 好吧 这个是一个饮水思源 这是一个心意的传递 好吗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的 礼拜天 我们还是有一些世界直播大摘文 讲的就是时事跟政治 这个部分老师还是已经在准备了 这周可能 项目也比较多了 希望大家可以准时 希望大家一起收看 好吗 老师在台湾是要在国外收得到吗 可以 那个烧金这些没有维度 没有地理的位置的问题 好吧 那个是跨维度的事情 就没有地理的位置的问题 好吧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周日见